千万不要错过了 大家好 我是周云 欢迎极客俊一 来到中国娱乐报道 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哈喽 中国娱乐报道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极客俊一 今天我见到你 我说实话 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的胆战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是 以后新一代的就是大星 对 因为你演了两个电影 一个是绝命逃亡 还有一个钟馗 扶摩 都是演的那种打女的形象 对 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挺过瘾的 因为我就喜欢这样很酷的角色 觉得你也挺适合演大戏的 有没有考虑以后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就这么想的 就这么想的 对 非常清晰 我就想要往这方面走 因为我在两部戏里面都跟 我们的武术指导关系都非常好 而且他们俩都摸着我的骨骼跟我说 你是练舞的材料 我知道你很能做平板支撑 那这个应该对真正的打起来 这个打戏也有很大的帮助吧 它会练到你身上很多的肌肉 那个撑一分钟女生来讲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那天撑完了四分钟简直了 就我那么黑的皮肤都能看见轻轻抱歧 我怕你好喜欢黑自己 然后今天本来你 我特别想让你展示一下 但因为考虑到你穿裙子 就实在是不太方便 对吧 我要那么拼吗 把鞋我脱了 我跟这做一个 不要 那这样吧 跟这个海豹一样的姿势 做一个OK吗 这样 把这个当做剑好了 在这边 我们可以就是透过一个小环节 然后看一下 先感受一下极客军逸的演技 OK吗 不OK 为什么 就是小环节嘛 就是我来说你来演 好吗 比如说 咱俩碰面 然后呢 你发现你的男朋友 你的男朋友 跟我在一起 我上手 我上手 我看什么 就 但是你 我发现了 你除了就是 戏里面你是一个哑女 但是生活当中 你什么都是要说出来的 就是要说出来 用语言表达的 还好吧 如果我真的特别伤心的时候 我就不会说了 好啦 就是希望你在这个 大行动路上越走 比较好 然后等到以后我们 下一代的时候就说 看 这是我们特别喜欢的 舞打女演员 然后唱歌还特别棒 谢谢 太暴力了 说真心话 我觉得极客军逸 不会是像功夫打心发展的艺人 所以我觉得他以后要找这个男搭档 有一个硬性要求 那就是抗击打能力要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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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